馬場一干身八戰,戰況激烈 極品絲囚勇奪打比大賽冠軍 應林,在哪兒應林 春拿伊,你叫我嗎? 你? 什麼沙田馬場的人打比大賽 自營那個當然是你,他呢? 打比力高,你夠膽就跟我咬手瓜 來,吃… 冷靜點,你們不要說要我跟風俠草 是都留點力用來玩打比一哥爭霸戰 也好 這一天,在沙田馬場舉行的馬場一哥爭霸戰 參加者很踴躍地搶答問題 結果就是他們瓜分到這一筆橫財 主持林曉鳳也玩得很開心 其實這次做馬場一哥爭霸戰 和打比一哥一起,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見到很多馬迷 大家很踴躍地回答問題 令我對於打比大賽所有的知識 一路慢慢吸收 這個可以說是香港人的盛事 香港人的一份子,我們的話 怎可能不要知道更多的事呢? 對吧? 喂,你們剛才問你不對 為什麼現在這麼生? 這叫色英雄,重英雄 不打不相聲,好嗎? 喂,今天要看什麼? 今屆打比新星,即將誕生 我和一哥分析形勢,走開 不要妨礙,一會繼續 蛤,你們有事不理你 這日上映的Mercedes fans 香港打比大賽 結果由方家拍的極品絲囚順利奪冠 成為今屆打比新星 而今次也是安上人偉達首度 在香港贏出打比大賽 而這一日另一場重頭戲 香港速度系列壓軸戰 鋁黃銀熙紀念杯 結果由大摩的鳥魚發香 在百德文拆騎之下 成功奪冠二匯 現在天然的礦物化妝品 就大行其道 今集我SAPIA就會教大家 怎樣運用這些礦物粉 來自製唇彩 我會將油份含量較重的 天然潤窄霜 加少量礦物醃脂粉 然後攪勻 那就成為天然油脂潤的唇彩 製作過程這麼簡單 就等我一邊看星期二晚6時半 在亞洲高清台播放的 《放眼馬世界》 一邊製作不同顏色才行 說起當晚的《放眼馬世界》 就會播出世界馬壇情報 帶大家看完 杜拜、澳洲各地的賽事 千萬別錯過 喂 走啊 打給一哥說 幫參加打給五斤 叫我大食會慶祝 一邊吃一邊看 星期一晚上11時50分 他三三都順 還要賣你 什麼?大食會? 銅鑼白抱飛 我沒什麼興趣 對呀 你是馬 波羅腸也有吧 蛤? 不過我嘉莉答應了 就不要失約了 你慢慢吃吧 我先走了 再見 齊好啊 我幫你叫我去買吧